他的称呼一个行话 这个称呼叫什么呢 说出来 我觉得也有点败坏 我那些可爱的女同事们的这个名誉 他们偏偏起这名 管这种姑娘叫什么呀 女主播 叫他们女主播 是这种裸聊的这种女主播 他们跟客人之间的这种游戏啊 在网上这个游戏啊 为什么我觉得值得一提啊 因为我觉得啊 这个游戏也挺反映人性的 其实也挺反映男女之间关系的本质的 不是不能说本 就是某某某种啊 不大好的本质吧 就是说什么呢 你看这姑娘跟这个网络那头那男的啊 姑娘就在这脱衣服的时候 哎姑娘在叫 在说我要我要我要 不是要那个 要的全是真的是是女的爱要的东西 要别墅要钻戒 要要宝马 要房车 就要啊 要那边 还能给 你说这一银的 那边那男的还能给 当然不是真的什么宝马别墅 但却也要真真的人民币来买 比如说哎 一个别墅 一个又比如说一个一个车啊 200块钱啊 200人民币啊 送一别墅啊 可能就是500块钱啊 一个一个钻石 钻戒啊 可能就800块钱 这是那些个那个那个嫖客不能算嫖客了 就裸聊的那个呃 男客们真的要花钱 买的那网上的支付手段真的花钱买 然后呢 你随着你要真送给这个女主播东西多了呀 哎 这个女主播呀 那就拖的更近啊 表演的更火爆 更加的这个卖力啊 叫要的东西更大声啊 我要那个 我要那个 那边又给就这么一种啊 这种不堪的这种局面啊 那他们这个女主播说挣多少钱 都破了这个案之后才了解到啊 说多的呀 一个月挣三万多块钱 人民币啊 老实讲 我们那的女主播都未必能挣这么多呀 你说这玩意儿啊 所以就是叫什么男人有钱就学坏 女人学坏就有钱 这个咱不聊这个了 我就还说这个李浩嘛 他不行啊 他搞裸聊 他赚不到钱 最后他想还是要真刀真枪 他的漏洞 其实也就出在这 他想真赚钱 得把女的带出去 卖银 这样 这女的就有了跟外界世界接触的可能性了吗 哎 但是呢 带啊带啊 卖银还真 还挺怪 还真没什么事 到最后 还是那个资历最浅的那女孩 逃了 报的警 所以这些女人的态度 人们也觉得相当的奇怪 就说带你出去卖银的时候 他能看着你跟别人睡觉吗 你总能逃啊 实在不行 让嫖客帮个忙啊 就这也可以报警啊 为什么不呢 你看 这就说到了人们现在最爱聊的话题 就说这几个女的被这个解救出来之后 其实现在是作为嫌疑人呢 又被逮捕了 怎么讲啊 因为可能涉嫌命案 而且呢 这个警察都觉得反常 他奇怪 审讯过程当中 这个女孩 居然啊 就表示 说大哥对我们照顾有加 说你们警察没来啊 我们对他呀 都忘记了恨 他已经忘了恨了 那难道就剩了爱吗 还真的 说有的姑娘在调查期间 警察说 企图袒护 袒护这个礼号 真拿他当老公了 这些姑娘是怎么回事 总而言之 我们感觉到这些人长期被关在这个洞里面 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 对于一些事物的判断 可能会有一些不太清楚 其实这种事 我觉得摸摸自己的人性 没有那么难理解的 就像有人这个心理分析 说这个李浩啊 有长期压抑的这个权力型 什么人格啊 他要这个通过这个囚禁姓奴啊 满足权力欲 我要说呀 人性里头有想当主子的欲望 也有想当奴才的欲望 人呐实在是一种处境动物 我经常怀疑这个人的这个连贯性 我更直接的感觉是一天从早到晚 我们像是在几个不同的场景里做不同的人 你已然到了一个处境里头 你会发现呢 哎你就做那个处境里头你应该做的事 甚至产生那个处境里头的反应思想感情欲望等等 你看什么一个处境呢 这大哥有绝对权力啊 掌你生死的大权 而且真的当这些女孩的面杀这个女孩啊 他就干得出来 而且呢 逃是完全绝望 六七到大铁门完全不要想离开这个环境 没准这女孩觉得永远就是这样了 再者说了警察都说说这李浩啊 洗脑有点办法 就是给这些女孩做思想工作 好像还都是调教有方来 哎你保不齐啊 他又有点小恩小惠啊 我是玩你啊 我也是宠你啊 而且有一个他是单唯一的信息源 就等于他是唯一的物质食粮精神食粮的提供者 看什么书都是他给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又是几个女人全是只有无条件的仰仗她 要不然就被杀呀 所以可能这人老这样啊 老这样啊 会不会有恐惧崇拜 甚而至于依赖 依恋这个感情的变化有可能 所以你看人是处境动物 人也是感情动物 那么把你放在一个反常的处境里 会不会产生反常的感情 这就是最近大家一直在聊的 斯德格尔摩综合症 但是呢 有名的犯罪心理学家李梅锦 他呢 好像也不完全认同 这个 这起案子是这个斯德格尔摩综合症的这种分析 你看这个六个女性还将要死的两个人 我们都看到就是她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而且她后来她们自己的心态的扭曲 所以这些人她在这种背景下 就是当她被控制了以后 被塞到那种地下的地方 而且她在面临着 就看到自己的两个同类被杀害 就埋在自己的脚下 你想作为一个女性 她能有什么样的选择 因为她在不能有任何被救出去希望的情况下 她只能改变自己 她们唯一的才一个方法就是自我保护 那么也就是说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一直甚至就是著作为虐了 比如说协助这个男的去伤害另外一个女性 但是她们和这个犯罪人还是不一样 不是说简单的真的爱上这个犯罪人 我认为不是这样 不是的 她不是那斯德格尔摩那种表现 而是她确实是一种就是在被控的情况下 在面临着生死的选择的情况下 因此她只能选择一个自我保护性的一种表现 什么叫斯德格尔摩综合征或者综合证 1973年的8月23号 这证是这么来的 在瑞典的首都斯德格尔摩 两个银行劫匪 绑架禁锢 四个银行的职员跟警方对质六天之久 最后呢 歹徒是放弃了 但是这之后的几个月里人们惊着了 说这四个银行职员疯了 说他们不但拒绝在法庭上指控这俩歹徒 而且甚至于在当时他们都拒绝政府营救 甚至于他们还感激这个歹徒 就说没有伤害我们 反正对我们还挺好 甚至后来他们到处筹钱 为这俩歹徒绑架他们的人 请律师打官司 甚至其中一个女职员 爱上了其中一个歹徒 就在他服刑期间 毅然决然跟他订婚 这证你说 这个社会科学家就研究 把这种现象定名为斯德格尔摩综合征 而且研究之下 学者很吃惊 发现人类普遍存在这种情感 在哪些情况 比如说战俘 集中营里的那个囚徒 受虐的妇女 很多很多身上都有这个现象 像是有一个被囚了八年的 奥地利的女孩 那他傻 出来之后写的第一封公开信 竟然说什么 被囚也不是坏事 甚至说 就是囚禁我的这人 说从某种角度上说 他对我也很关心 他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我为他感到悲伤 你说那他咋这样 说到这个斯德格尔摩综合征 我发现网上大家聊的都很开 有人还曾经说过 说这个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感情也是斯德格尔摩综合征 就是正是蒋介石囚离他一辈子 但是他到最后对蒋介石却有那样的感情 甚至还有人说了 说这个李浩的这个 等于是演出了一个什么呢 人类历史上啊 那种高度强权 专制社会的一个地教版 地教性奴版 说这个斯德格尔摩综合征啊 不光是个心理学的概念 他也是历史学社会学的 他这种病啊 这蒋啊 很好的解释了什么呢 就这个人性啊 人呢 在这个强权底下 在专制底下 是怎么样一步步的 先是被迫做奴才 到后来自愿做奴才 到后来以此为乐 到后来彻底丧失 个性 放弃人格 到后来自己就成了 这个强权和体制的一部分 这就像是 有一个电影啊 这个萧生克的救赎 很多人都看过 里头的那个 那个老里的那个黑人 那个老演员啊 Morgan Freeman 自由人 Morgan Freeman 他的一句经典的这个台词 这个台词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听听他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阳光保险 明人面对面 自然是请听 下回分解